大家好,我是木子小花的学工作室的小花老师 上一节那个日本研究生申请工业在讲完一了 就讲了一下这个项目是什么情况 这次我们来讲一下申请指南 就是有的学生可能想要申请DIY申请研究生 那研究生怎么申请 咱今天要主动讲一下这个内容 咱先说一下这个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第一个是说学历 这是基本条件 年龄方面的话它没有这个限制 不是说超过多少岁就不能升年度生了 这个没有限制 日本每一所国公立大学它里面都没有说 你超过多少岁就不能再继续申请 所以年龄没关系 然后学历方面的话是要受过16年教育的 可以是四年至本科毕业 或者是专生本取得了学位证书 或者是自考取得了学位证书 甚至是专科生也有那个接受的这个公立大学 只是专科生啊,自考啊,专生本啊 这些的话要经过学校的资格审查 并且这个接收专科生的院校是有限制的 所以说不如四年至本科受过16年教育的学生来的好申请 因为每一所大学,而日本的话它大学留了四年嘛 所以对于咱国内这个教育情况比较复杂嘛 什么样的都有 所以他们需要经过资格审查来判断能否接受这个学生 这是学历方面 再就是那个语言方面了 你也要去日本嘛 所以说首先日语肯定要好 文科生的话尽量是能达到NB 理科生的话N2左右也可以 另外就是说英语 英语的话并没有要求特别高 如果你想去东大京大这样的学校的话 那么托福可能要90分以上 但是普通的国公立的话 尤其申请研究生阶段 它并没有什么强制性要求 只是说你考一个英语高分的成绩吧 会增加你的竞争力 但是将来考修士 也就是在国内硕士的时候 很多国公立大学是要有一个托业 或者是托福成绩的 这个根据哪个大学和学科啊 具体要求都不太一样 然后说一下这个学历 力量的力 就是研究能力了 通过什么来判断 就是说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呢 首先就是看成绩单了 咱国内大学四年成绩单 你的基点高不高啊 那个专业课成绩好不好 然后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论文 如果是设计类这样的专业的话 你的作品是怎么样 这是能反映出你的研究能力的情况 然后最重要的是计划书 就是说你的毕业论文啊 成绩啊 作品这些 它是参考综合 意料综合判断 这是没法变的 你的能力 但研究计划书你是可以通过努力来 怎么说能够提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研究计划书大家一定要重视 在日本是特别重视研究计划书的写作 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研究计划书 在申请硕士或者是博士的时候 都要提交你 你对于某个东西是要怎么研究你的计划 要用文字性的东西表述出来 要说明你将来想研究什么样的课题 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的动机 然后你做这个研究有没有什么价值 然后的话就是说 你今后研究的这个具体有什么步骤 或者是你想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要通过这个计划书都来表明这一切 你将来通过这个研究计划 你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就是这样一个书面材料 这个研究计划书的话 它非常重要 就是它是一个申请研究生的一个敲门砖 因为咱跟日本的大学老师没见过 对吧 素未谋面 所以说你要通过这个计划书来告诉老师 你要研究什么课题 你为什么要研究 你具体想研究哪些内容 要通过什么方法 都把这个说清楚 让老师才能充分了解你的一个研究意图 通过这个计划书的话 才能判断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位学生 即便是你是三本 然后日语好像等级也考得不是很高 英语没有多好 但是你的计划书写得特别好 是觉得有意思 希望就是觉得你研究这个东西 他觉得感兴趣 或者是说对他 你跟他研究的方向非常贴切 他觉得收米的话呢 好像是对他都有一些帮助的那种感觉的话 他就会 那个收米做研究生 那咱说一下研究计划书这个书写的注意点吧 最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研究课题 就是说你要研究哪个东西 对研究课题有一个注意事项 咱说这三方面 首先就是说 入学后你主要想进行什么主题的研究 要具体的写清楚 而不能写的太广泛 比如说我想研究日本语教育 那这肯定不行 你得研究其中一项 特别具体的写要一个点 哪怕是一个点 然后把它放大写 而不是说你写了一个特别大的标题 那写的就没有意义 一定要具体的写 然后那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呢 要写清楚 比如说我在本课阶段学习过什么理论知识 然后我对于哪个现象比较感兴趣 或者是其中某一个问题感觉非常有兴趣 然后想要分析一下 就可以写的这样针对性 然后再说一下你这个 如何来研究这个课题 就是你的方式方法 那很多学生可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选什么研究课题 好像对什么也不知道对什么感兴趣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说 首先你要思考一下选题 选题要对这个社会吧 它要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它是值得研究的 就是你随便不能随便想一个就开始写 然后的话这个课题的话 首先你得你自己有兴趣 然后你也得有基础 要不然你是写不出内容的 对吧 你想要研究什么 是要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课题的类型的话 首先它是比较有开创性的那种课题 它可能以前有一个某一些观点 因为咱学生完全从自身研发一个课题 可能比较难 但是可能你看某本书 它已经有一个观点 有一个观点你觉得它写的可能 你觉得写的不对 或者有待修正的地方 或者是说它这个观点 你觉得可以再深化或者是补充 补充这已有的观点的话也可以 然后的话就是发展性的研究课题 赋予这个课题 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论 或者是新的社会意义 这样也可以 选题的原则的话 首先就是客观上要有意义 比如说对社会有价值 或者是说对学术研究有意义 然后就是你对这个研究课题 要有一个独到的见解 而不是说你看了某本书 它说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就还是那个意思 并没有对它进行深的挖掘 或者是新的意义 那样就不行 必须要有一个 深化或者是否定之类的 然后说这个选择主观上 要有见解的课题 而且你得有能力完成 你比如说你选了一个特别大的课题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方式方法 能够把这个课题完成 这样也是不行的 它得选你一个能完成的课题 而且有兴趣 有条件完成才行 是比较能够实现的一个事 然后就说一下这个 咱们大部分学生啊 想要去日本留学的话 这个本科生的话 日语专业的是占的比较多 他因为本身有日语基础 他可能想要去日本以后 能够把日语提高一下 顺便或者是学一个某个什么 什么学哈 社会学啊文化学这些的 所以日语学生比较多 那日语学系的学生的话 能够学哪些方向的 这个研究课题呢 首先就是说 你如果是语言特别好 你的N1能考高分 那你可以选择言语学 就是研究日本的这个 比如说它的文法呀 对于什么什么 那个某一个文法 你有什么新的观点 然后重点研究这个语言的 但是要日语特别好才行 或者是说 可以选择教育学 比如说教育学里面 有那个教育心理呀 我教育方法呀 这些方面的 或者是日本语教育方面的 日本语教育方面也是 日语要比较好的学生哈 然后是文化类的 比如说我对日本的某项文化 比较感兴趣 我研究这一项 或者是说 对于它的文学感兴趣 文学也是比较深奥 所以它跟言语学 是要求N1要分高的 然后比较好申请的是 社会学和教育学吧 社会学是最多的 也是最广泛的 这整个社会 就包罗万象 它的这个 覆盖面太广了 你比如说 咱们社会的 社会环境 或者咱们社会福祉 像日本老龄化 特别严重啊 少子化特别严重啊 这些 甚至传媒方面 都是属于 就跟社会能够 社会学能够 那个结合起来的一些 社会学生的是最多的 这是选题 接下来再说一下 这个申请流程 申请流程 可以从左往右看 首先是 你要获得导师内诺 你要跟老师 选择联系 把你计划出发过去 老师一看 这个学生值得培养 他可能会通过面试 网络面试 电话这些形式 来进行跟你一个 那个沟通 觉得你日语表达能力也不错 研究计划数学人也好 那可能就是 同志你行 你来做个研究生吧 就是导师内诺 内诺之后呢 学校会 你要根据学校的 那个截止时间 来进行提交出院材料 出院材料之后 他会进行教授会的审核 就是 这一个研究课的教授 做在一起开会 叫教授会 然后 每个老师 可能收了几个学生 然后进行审核 一般老师内诺之后 教授会都会合格的 合格之后 他会发行 入学许可书 入学许可书是学校给你发行的 完了以后呢 再申请 日本如果法理局的 在留资格证明书 就是他 这个国家允许你 入国了 拿着这个在留资格呢 可以在中国的大使馆 办理签证 然后买机票付日 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会牵扯哪些费用呢 首先就是减定料 每个学校的减定料都一样 是9800日元 入学金 84600日元 半年学费的话 是178400日元 这总共加起来的话 大概是 如果是 一年的话 是40多万日元 入学金和选考 和减定料的话 是第二年不用再交了 那如果你上 两年研究生的话 第二年只有30多万 所以它还是 现代比比较高的 最高人民币 只有3万左右 这是研究生 出院流程 接下来就说 如果你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呢 首先 最多的就是 升学本校的这个硕士 也就是日本的修士了 要参加过 那个学校的校内考 进行这个 面试啊 比试这些的 如果顺利的话 就可以升入硕士 然后就是可以拿学位证了 因为研究生这段 是没有学位证的 第二的话就是说 有可能可以选择就职啊 很多学生现在也回国啊 因为在国内 这个经济发展也比较快 所以说 就是 留日吧 有很多这个选择 毕业之后 这个申请的情况 基本就这些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这个 微信 然后加我们QQ微信 都可以 就是这个二维码的话 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添加一下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材 给我 我们下期材 开始 感谢观看